你敢相信嗎 台南這間和牛火鍋吃到飽 裡面竟然有夾娃娃雞 而且夾到還可以帶回家 還有男人的回憶 全黃雞 高達上百種食材任你吃到爽 就跟著阿冠開吃吧 今天呢 我來到台南 我要來介紹一間 非常有特色的一間吃到飽餐廳 它叫做 尬麻火鍋吃到飽 今天吃的價位是 859 頂級豪華海陸饗宴 然後它有和牛啊 海鮮吃到飽 它裡面呢 還有全黃雞 還有夾娃娃雞 大家絕對沒有聽過 真是非常有特色 我也很期待 那我們就趕快進去開吃吧 各位我已經就位了 它裝潢真的是非常的前味 然後也非常的明亮 它裡面有分四個價位 最低只要499 可是它是平日限定的 然後我今天吃的這個價位是859 它叫做豪華海陸饗宴 超級多的 超開心 那我先把這一碗先吃完 然後接下來再介紹喝牛 我要趕快趕快去吃吧 先來吃天使龍蝦 然後它這個要先剝殼 我覺得他們蠻貼心的就是 他們都會在那個食物上面呢 用一個這種小提示牌 都會在上面跟你講要怎麼煮 就是這一點的 還蠻貼心的 剝完了 那我們就趕快下吧 趕快來加我們的蝦蝦 它已經差不多了 應該是熟了 然後我今天點的鍋底是 後備鍋跟他們的 西爆牛油鍋 那我們就趕快來吃吧 我蠻期待他們的天使紅蝦子 我覺得他們的蝦子 真的是非常的新鮮 然後很Q彈 嘴裡滿滿的海水味 然後也要把這排下下去吧 白蝦 然後魷魚 這邊還滿貼心的 它海鶴的肉已經用出來了 鯊魚 然後牛肉 吃到 這個我就不知道是什麼了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然後這個是鮑魚 OK 全部下完了 那我們等它煮熟吧 我們先來吃他們的牛舌 牛舌是剛上課 熱騰騰的 他們吃 他們的牛舌呢 有加辣椒粉 還有加蔥的醬汁 吃起來呢 不會油膩 而且 牛舌它用的真的是非常的嫩 它讓你一口接一口 好啦 我兩個鍋底的海鮮都已經煮好了 然後左邊是牛油 這個是厚白 先吃牛油鍋 他們的牛油鍋 吃起來是真的會滿辣的 所以不太能吃辣的大家要注意一下 可是你愛吃辣的你一定會很喜歡 真好 我好像煮的有點太熟了 十分鐘了 真好也是滿鮮的 活肉 滿彈牙的 可是需要咀嚼 滿有嚼勁的 中間來吃一下他們的小酥肉 這是他們招牌 小酥肉 我覺得它小酥肉沒有過多的調味 然後吃起來還滿酥脆的 所以可以當小鱗嘴 我們剛剛海鮮那些都吃完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我最期待的這一塊 它總共有四種河牛 分別有這兩款澳洲的河牛 然後還有一個日本黑毛河牛 然後美國的SRF河牛 那我們就趕快來吃一下這四種牛肉的差別 因為我也滿期待的 那我們先從日本A5河牛開始吃 他說五到八下就好了 來 超期待的 我一開始看那個河牛的油花非常的多 然後結果吃起來呢 會有油膩感 而且它真的是比一般的那種牛肉還要再嫩一點 然後我們現在趕快來吃下一個SRF河牛 我覺得這款美國河牛呢 吃起來呢 比剛剛的口感再好一點 它是直接這種酒裡直接化開 然後它的牛味會比較重一點 因為我也滿喜歡的 我不喜歡牛味比較重 那我們就趕快吃下一個 Angel河牛 Angel河牛比剛剛前面的都還要小快一點 所以它是最頂的 這款的澳洲河牛呢 它吃起來比較彈牙一點 也是非常的嫩 它的口感也不錯 那我們再來試一下 一樣是澳洲的河牛 用最大塊的 超大塊的 超開心 這款的澳洲的河牛跟前面三款的河牛 有不一樣的口感 前面幾碗吃起來很嫩 然後它在嘴裡就化開 一款它吃起來你要在嘴裡多咬幾下 可是我覺得也不錯 這款的牛比較油一點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會有牛香味 我覺得還滿喜歡的 因為我包這個我覺得包很醜 所以我請我女朋友來幫我包一點 這個是皮蛋肉丸 還滿特別的 第一次看到 都跟我想像的差不多 沒關係 你丟它去我吃 透白好了 吃他們的皮蛋肉丸 它直接吸附它的牛油鍋湯汁 在嘴裡爆開嘛 吃下去確實就是肉丸的感覺 可是少了一點皮蛋的味道 可能皮蛋的味道沒有那麼強烈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麻辣骰子牛 那我們趕快丟進去 這個就煮辣的 麻辣骰子牛 哇 我這一次吃過這種麵的骰子牛 就真的是潮濃 或者用圓潤字來形容 一個字 絕 它的紅酒櫻桃鴨呢 要先沾上紅酒 然後再下去刷30秒 紅酒櫻桃鴨 我覺得它的鴨肉呢 就是滿水嫩的 然後吃下去 會有一股淡淡的紅酒香氣 他們所有的品香 我真的都很喜歡 這個是香草豬 帶來一下他們的雙醬牛 那吃下去就是瘦肉的比較多 然後它切得非常飽又很嫩 蛋白質一定很高 所以有在健身的 吃起來 那我們繼續吃下一道 這個是他們的自燒鬆扳機 然後他們會用這個小瓶子裝 還蠻可愛的 那我們就趕快下嘛 好啦 自燒鬆扳機 一咬就跟這個牙签就鬆開了 我覺得自燒鬆扳機呢 皺質啊 比起來說的話 我會更喜歡花雕雞 花雕雞啊 吃起來相對來說更嫩一點 好啦 我現在已經全部都完食啦 那我們就趕快去玩它的夾瓦雞吧 我超期待的 這邊最有特色就是它的夾瓦雞 然後它這邊呢 還有一個 全王雞 一樣就是你頭一枚代幣 就可以玩 然後這個一枚代幣可以夾五隻 我們就趕快來夾看看 甩勾 好像有甩蛋不多 換我女朋友 好啦 我已經吃完了 整體用餐 感覺真的是非常好的 然後周邊服務呢 真的是特別的用心 不會時不時問我說 要不要加湯什麼的 真的是非常的貼心 今天我吃了22盤魚肉 然後還有吃了蠻多海鮮的 我最喜歡的就是那個 天使紅蝦 還有菸汁蝦 這兩個我真的是蠻喜歡的 然後肉內的 就當然就是蠻牛嘛 蠻牛真的是我最愛的 那也很推薦大家一定要來吃這間 很有特色 東西又好吃 那今天也比較到這喔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它喔 你有發現其他 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